网传涡扇15发动机已经安装在歼20战斗机上进行测试 这意味着什么?涡扇15发动机究竟有多强? 为何说涡扇15是歼20B战斗机推出的基础? 今日,互联网上爆出一张照片 显示一架停在地面的歼20战斗机 而网友指出歼20的发动机部位发生了变化 其锯齿形状证明歼20已经安装涡扇15发动机进行测试 另有消息称,安装了新型发动机的歼20战斗机即将首飞 并且会取消飞机复旗 虽然消息并没有得到官方证实,却依旧点报网络 沃扇15俄美发动机的问世 无疑意味着中国的第五代战斗机歼20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从2011年首飞到2017年正式服役以来 歼20战斗机一直都是外界关注的焦点 歼20战斗机作为第五代战机的实力毋庸置疑 此前有报道称 歼20与四代机模拟空战中打出了17比0的剩计 不过多年来歼20都还是有一个短板 那就是航空发动机不行 航空发动机是一款先进战机的基础 由于航空发动机被要求在高温、高压、高转速和高负荷的环境中 长期稳定工作 而且还要有重量轻、体积小、推力大、安全、可靠和经济性好等特点 其研制难度一直是相当大的 一款航空发动机的研发往往需要三四十年的时间 因此长期以来航空发动机领域基本上被美、俄、欧所垄断 由于经验不足 航空发动机与芯片被认为是中国科技最大的两块短板 在歼20问世之初所使用的还是俄罗斯制造的 AR-31F涡扇发动机 这款发动机也被用在苏-27与歼10战斗机上 可以说歼20还在用着上一代的航空发动机 而这一缺陷始终成为外媒质疑歼20战机的点 一方面中国最先进的战斗机还在用俄罗斯人的航空发动机 另一方面 AR-31F发动机也无法完全发挥歼20的潜力 AR-31F发动机的推力在14吨 相比之下 美国为F-22战斗机安装的F-119发动机推力超过18吨 为F-35战斗机安装的F-135发动机推力达到19吨 而俄罗斯为自家五代战机苏-57所安装的产品30发动机 其推力也能达到18吨 这么一笔 安装AR-31F发动机的歼20的确很吃亏 2020年下半年 网上爆出歼20成功替换掉AR-31F发动机 改用国产发动机涡扇10 涡扇10也被称之为太行发动机 涡扇10的安装意味着歼20发动机不会被国外卡脖子 同时也为大规模量产创造了条件 但是涡扇10并不是歼20的最佳选择 涡扇10发动机技术借鉴来源于AR-31F发动机 其推力并没有比AR-31F发动机强多少 同样是14吨级的 可以说涡扇10也只是过度产物 要想让歼20充分发挥自己的实力 还得看涡扇15发动机 那么涡扇15又是怎样的呢 中国航空专家宋新知透露 涡扇15的推力肯定超过18吨 大概在所有五代机中排名第二 仅次于美国F-135发动机 此外涡扇15的推重比达到10.9 已经很接近F-22上F-119发动机 以及F-35上F-135的发动机推重比了 两种发动机推重比在11左右 另一方面 涡扇15的耗油率又优于F-119发动机 而目前这些数据还都是涡扇15发动机前期测试阶段的数据 将来还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 未来实现弯道超车也不是不可能 但前面也提到航空发动机是中国的长期短板 而要研发一款航空发动机往往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因此外界此前曾预测 涡扇15可能要等到2025年才能闻市 2030年才能正式列装 那么为何现在才2022年就有涡扇15安装测试的消息呢 首先要知道涡扇15发动机是中国早在1996年就开始立项研发的 包括606所、624所、614所、401厂、430厂和113厂等多家单位专家联合进行的项目 需要攻克关键技术达120多项 中国在此已经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根据官方消息 在2005年的时候 涡扇15发动机完成首次地面试车 并且在2012年左右进入长期测试状态 当时有分析认为 乐观的话 可能涡扇15在2020年就能装备歼20战斗机 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 涡扇15发动机疑似在一次地面试验中发生爆炸事故 因此很多工作都需要推导重来 也正是因此 不少人认为涡扇15列装歼20可能要等到2030年了 2019年5月 央视工匠之家节目就指出 中国的发动机已经从太行系统跨越到第五代俄美发动机 这句话说明涡扇15的开发在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持续进行的 并且已经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去年俄罗斯媒体一篇报道指出 过去在对涡扇15进行地面测试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棘手的问题 那就是发动机内的温度超过1350摄氏度时 会使发动机失去25%的推力 这种推力急剧下降的情况 对于一款高机动性的战斗机来说 这是不可接受的 而如果飞机处于高速飞行的状态 失去推力可能会使飞行员失去对战斗机的控制 这也是涡扇15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不过俄美提到 目前这个问题已经在近期得到了解决 这也来源于中国互联网上的一则消息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 中国科技公司公开展示出了一种 涂抹了富勒西高温耐磨薄膜的飞机发动机叶片 根据介绍 富勒西材料能够帮助航空发动机叶片承受高达1800摄氏度的温度 使得发动机寿命达到2000小时 而且其抗腐蚀性能保证飞机在沙漠地区长时间飞行 富勒西高涂层的研制填补了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空白 同时也打断国外垄断 据获悉 富勒西材料其结构与石墨烯很相似 都具备很强的耐高温性 也正是这则消息让俄罗斯人得出了 涡扇15技术难题已经得到解决的结论 俄媒报道称 中国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展涡扇15发动机的相关研究 在设计已经进入尾声阶段时 却发现高温导致发动机失去推力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意味着整个项目基本上没有大问题了 由此中国能比预测时间更早让涡扇15搭配金20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 即使涡扇15已经实现在金20上的安装乃至首飞 要正式列装以及大规模量产仍需要几年的时间 但是涡扇15的问世也为G20后续发展打开了一个新思路 即涡扇20B战机的升级 与其他五代战机横向对比不难发现 G20战斗机是体型最大的一个 有分析这就是为后续改装预留空间 去年双座G20S战机问世引起热议 作为全球首款双座五代机 G20S的问世代表中国空军已经向未来智能化战场迈进 同时也说明中国一直在对G20进行升级 那么G20B的能力也就引起了遐想 专家预测 未来十年内中国将推出G20B战斗机 并且这也将是全球首款五代半战机实力更超F22 未来的G20B战斗机将会围绕涡扇15战机来进行改装 包括更新传感器、航空电子设备和电子战系统以及隐形涂层 而由于使用了更好的发动机 G20可能会使用新的复合材料制造更轻更耐用的机身 所以说涡扇15的列装是G20B推出的前提 不仅如此 到时候量子雷达、基载高超音速导弹 以及激光武器都有可能成为G20B战机的标配 同时有了G20B作为基础 中国很可能在后续的日子里率先研制出第六代战斗机